今天台北股市呢 又持續做一個水下跌 那麼很多人問我說 效勢這個行情到底跌夠了沒有 基本上 如果說就極短線的一個水角度 我講坦白 今天的一個水收盤 這樣真的還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其實你可以慢慢去了解 它的一個水演變的一個水變化 什麼要演變變化 我請問大家 也就是新春開紅盤的一個所謂第一天 就是1月3號 1月3號是第二天 第二天當時在8點30分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清楚跟我的會預告 12202它是一個最大值 那你記不記得 當時的一個環境是什麼 那時候美國起貨盤是呈現大漲 那麼可能很多人 我昨天跟大家報告過 那時候有很多法人打電話說笑勢啊 你這盤情稿我有看到 有的法人我還說 你為什麼會有盤情稿 沒有啊 客人傳給他看的 他已經看習慣了 他說今天202他並沒 202這個數字太簡單了 我說基本上 你今天在做食物上面的 也所謂操作 食物上面操作 你知道你輸在哪裡嗎 就這樣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2327的國具跳空 先跳空他們結定板 沒有結定板哦 跳空開低之後 他有沒有往上拉 他們往上拉 可是你知道在拉的 一個過程當中有多少投顧老師 有多少投資朋友 跑去做一個所謂搶短的 一個所謂動作 就投資朋友的一個所謂角度 他們認為說我今天國具他開低 往上走高 我先去搶 那搶完之後 如果拉到平盤就賺到爆炸了 那就投過老師的夜水角度 他們想要一戰成名 所以說叫會員試駕買進 結果買完之後 我請問各位尾盤 有沒有收在一個所謂最低低點 有沒有收一個所謂的跌跌板 那基本上你知道問題在於哪裡嗎 今天無視敵之不來 重點你要有一個非常完備的 一個所謂的規劃 就像當時在1月3號的時候 你不是笑我嗎 美國的早盤的期貨盤還漲100多點 日夜盤漲了300多點 你說拜託 你太瞧不起台股了吧 202怎麼可能會不來 結果這該死的202真的沒來 最高198再記得 202該死真的非常非常該死 沒來 代表已經有人知道 已經有人知道 川普會針對伊拉克 伊朗採取一個所謂的恐怖攻擊 好那先講下去 所以說我當時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就很去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夜水空 還沒完 如果在昨天的夜水節目 昨天禮拜一 禮拜一我是很去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態還是空 你看哦 等同於呢 在這昨天 昨天非凡的夜水節目 等同於呢 你看過去三天 他除了禮拜 禮拜一禮拜五禮拜四 除了禮拜四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然後禮拜五來到11198 沒有碰到11112202 然後就往下殺 因為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準的一個所謂空 那為什麼說這個行情 不是一件好事 來慢慢看下去 基本上我也在跟著強調 我說主力作手 他操作有他的夜水SOP 我知道現階段就很多投資朋友而言 又開始擔心害怕了 那沒關係 你要想盡辦法了解了解 人家主力作手操作SOP 我也在跟著強調 我說主力作手操作 還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包括一個所謂多空主力的 一個所謂心態 可是如果說你用均線 你用成交量 你用KD 你用一個所謂標標準準的 一個所謂波浪理論 就像我問大家 你算給我看 這幾幾波 這幾波 這幾波 啊不是123 連跌三波之後 要有一個大力的彈聲 有彈嗎 完全都沒有彈 我現在是給你看昨天的字卡 連跌三波之後 不是會有一個所謂ABC 什麼12345的反彈 那問題為什麼連彈都不彈 那我所給大家的一個所謂image 我說主力作手操作 還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這昨天圖卡 我說昨天的ABC收牌 主力心態還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外資還是有避險的需求 結果呢 昨天外資是賣90億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的ABC圖卡 跟大家預告 外資有避險需求 外資賣1億 你笑我 你笑我說 哈哈外資才賣1億而已 哪有避險需求 只有禮拜一跌 對 禮拜一跌 禮拜五的主力心態空 禮拜一主力心態空 如果昨天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外資有避險需求 我想講坦白 應該一般人都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你是看均線的 因為我們台北股市 是至少是站在時日線 站在月線之上 那就如同你當時從10,300 一路放空上來 到底是顛倒板嗎 這為什麼我不看均線的原因在這裡 你在10,300的時候 你跑去放空 你告訴我 稀波阻跌段 任何反彈都是空點 那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均線蓋頭反壓 季線根據葛蘭幣八大法則 季線是往下的 好 往下的 那現在告訴我 根據葛蘭幣八大法則 機械是往上翻揚的 不是這樣 沒有人在看線的好不好 就這樣 我等下給大家看國劇 國劇那根跌停板 你敢買嗎 我是講 我是講幾個月前 兩個月前那根跌停板 其實國劇這家公司 不好搞 然後再講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今天的國劇往下跌 然後有 有投顧老師 去介紹CIS的627同心店 同心店我們出掉 你有看到口訊 我們出掉 你看到口訊 然後我說 基本上這個老師 可能要多做研究了 為什麼要多做研究 因為很簡單 你要知道同心店 背後的董事長是誰 是誰 是誰 CIS CMOS IMAGE CMOS I是什麼 IMAGE SENSOR CIS 它是未來的液水主流 這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的 因為現階段的話 不管包括手機 不管包括自駕車 我現在講自駕車 不要講自駕車 你現在隨便看所有的車子 他都有ACC 有ACC 還有自動煞車的液水系統 光ACC 這一個所謂區塊 輔助 包括賓士的P什麼P23 P17 P23 都是一模一樣 他就需要很多CIS的一個所謂供應鏈 你懂什麼 那這一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跟大家報告 如果你記不記得呢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是怎麼跟大家報告的 我說外資還是有避險需求 可是避險需求 你要知道這個避險需求 到底有沒有辦法 讓台北股市修理外資 很簡單 你只要看他的關鍵價 你只要看他AC 那我昨天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我說昨天收完小003 而且昨天收完小AC 而且昨天OTC指數 連多方房走價147.5 都做一個所謂跌破 所以說昨天 我們很去跟大家報告 我說那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這是我昨天 我講的每一句話 昨天你自己調從不帶出來看 好 來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早上8.37分 8.37分 8.37分的時候 你所看到什麼 看到美國昨天是開低走高 一根紅K棒 而且美國期貨盤 他是往上漲的 來麻煩你看一下下面的數字 我昨天先跟大家預告 我說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C 小於零箱小於AC 來看一遍 在8.37分的時候 我預告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C 而且時間不加 時間不加 你就多頭的角度要怎麼做 就多頭的角度 因為你那時候 你已經知道 你已經在8.37分的時候 你從試出盤 你已經知道 今天台子起貨跳高 這天跳高開高 那問題 為什麼你要把這盤 帶回去 因為我在裡面 我有提到 我說時間不是不好 時間不加不加 那不加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去化解這個時間 有人在跟你講時間嗎 有人在跟你講主力現在這東西嗎 我說開高 只能利用震盪的方式 來去消耗 不是蹲 不是蹲下綁鞋帶 蹲下來給你看後面的字 開高只能利用 震盪的方式去消耗 絕對不能星太空 分線中黑灌破940 有沒有看得清楚 再一遍 今天早上8點37分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強迫每一個所謂的會員 你今天成為我的一個所謂會員之後 你有兩份盤錢稿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比賽 每天買最低 每天賣最高 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 就像我的穿著 我的穿著 我的老闆對我很有意見 他說謝老師打個領帶 不然三不五時 你穿的跟水電工一模一樣 基本上我們 不要瞧比起水電工好不好 水電工的一個所謂收入 比一般人多 大概是兩倍左右 一般人可能領個薪水領個37,000 哇靠好高哦 好高哦 不好意思水電工 水電工你只要願意做認真做 一個月要賺10萬塊太簡單了 就像我請問各位 換電燈泡 換電燈泡換電燈泡 現在很多草莓族 連電燈泡怎麼換都不會換 好換電燈泡小事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說你家的保險是斷的 會不會換 那你家的電 然後你家的一個所謂 你家的最常壞叫什麼 你知道嗎 除了電燈泡之外 你的按鈕 按鈕 開燈關燈 開燈關燈 按鈕 開燈關燈 按鈕 壞掉之後你會不會換 會不會換 不會壞嗎 那你叫水電工來一次要多少錢 要多少錢 要多少錢 不含財電就500的 那個財電多少錢 財電底都30-40塊而已 然後 好啦 會猜 大家都會猜嗎 螺絲起子 轉一轉下來下來 那你敢換嗎 我也不敢換 你知道嗎 我怕換的時候 一電 整個人變電到 雪入燙通了 所以說基本上 你今天如果說 你 認為 你認為 你今天要乾乾淨淨 你要吹冷氣的一個過生活 你要藉由金融商品市場上去規劃 我請問各位 你有沒有辦法在早上8點37 因為這時間就沒辦法串改 你就已經知道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小於AC 其實這東西就知道了 你就已經知道今天時間不佳 不宜新太空 而且分線中黑灌破940 結果今天分線一中黑灌破940 有沒有一路上 有沒有一路上 好 那問題為什麼 我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今天收盤還不是很好 來 正開下去 今天 這今天12點16分的時候 因為今天我給非凡的一個所謂圖卡 他忘了上 所以說你們也要提醒我 等於說 你要跟非凡講說 來導播上主力心態的圖 他才會上 你不講他就忘了上 他連續兩天忘了上 來個新導播 他連續兩天忘了上 你要來導播主力心態圖 好 沒關係沒有主力心態沒有關係 那這裡面的話 我們第二張資料 裡面看到主力心態是空 外資人持續正在賣方 我今天分析怎麼講的 我說這個邏輯很簡單 很簡單 那是因為來從美國拉過來 那是因為昨天非凡指數 非凡指數收盤破多萬房子價 導致於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一開盤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標準很空 那主力心態空 代表外資還是有一個所謂避險的 一個所謂需求 那今天晚上就看非凡指數 所以第一張資料照起來 非凡指數的一個所謂多萬房子價 我寫了已經很明白 我明天再教你怎麼使用 其實這樣還不會用 連多萬房子價給你寫的很明白 那只是說今天比較糟糕的地方 就在於說我請問各位 今天日關鍵價904還有148.1 今天的收盤有沒有大於904 沒有的 今天收盤有沒有大於148.1 沒有的 但終於今天還是沒有辦法收回日線關鍵價 而且今天收盤小於AC 所以說明天還會再有一個低點 那直到什麼時候 第一個主力心態 第二個時間 第三個多空防守價 重新回到日關鍵 可是在這三件事情 還沒出現任何一件事情之前的話 我給大家一個非常良心的一個所謂建議 你的股票 你真的要好好的重視 老師今天 二二三一三的滑通漲上來 我們來慢慢看哦 穩茂 當時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的時候 總共含加碼單1.5倍 1.5倍幫我拍手 當心態有多轉空的時候 在325塊錢 11月19號 今天1月了嘛 兩個半月一個半月之前 我有通知你哦 我有通知你哦 我說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很空 結果穩茂 從325塊跌到282塊 跌了43塊錢 跌了43塊錢 那是老師啊 穩茂基本面不是很好 我說過了 漲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穩茂是一個標標準準的5G題材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我講基本面對不對 我會跟你講說 因為華為要去美國化 所以說他的零件開始自製 那自製你知道嗎 現在華為聯合三鞍集團 他自己要做PA的一個所謂生產 那我之前是跟你報告過 他第一季要開始量產 量產小量的量產 我們要看他的量率好不好嘛 所謂量率就是我機器所生產出來 譬如生產出來100個 裡面多少個可以用 第二個要看他的適應力有多少嘛 適應率如果不高 譬如說我今天從機器生產100個 有80個可以用 那80個裝在我的手機裡面 剩下40個可以用 那我的適應率就只有50% 適應率這東西 全台灣人就跟你談了 這東西不重要啦 主力心態空 就往上殺 就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同樣2313的華通 華通藉由連續加碼的一個水買進 也高達將近有1.3費 你100萬的資金 馬上變成230萬對不對 因為那是主力心態多 那他主力心態 再一次有多轉空的時候 我們就你命 那我請問各位好 因為華通交易有備不起來 今天華通應該紅給棒 那明天呢 那明天呢 明天有沒有辦法碰到空方防守價 這很重要哦 尤其你做指數期貨的 這個更重要 有沒有辦法碰到空方防守價很重要 好 來 我知道你都不聽這個了 我也不想講這個了 因為講這個東西 你講到老派了 來來 我們講最經典的 最經典的被動人家 你看今天中央光 如果說你這一波 你全部重壓中央光 你會受傷嗎 那我提中央光 為什麼永遠不會跌 為什麼會跌一塊錢 因為很簡單 他的主力心態 還有中食物同步做多 所以你要怎麼跌 老四老別去買 先想一下大盤環境好不好 先想一下大盤環境好不好 所以這些東西 很快看過去 很快看過去 來來看精彩 那麼如果說你今天來股市 我要怎麼帶你賺錢 我知道呢 今天大家全部在等 我怎麼解貝東煙 我當然會解 在會解之前的話 貴解不是會解 我們來看一下現貨 今天外資賣幾億 老世界外資賣哦 今天幾號今天7號 這一定賣的 這還要講哦 今天7號 外資 今天7號沒錯吧 靠腰了 今天賣98億 昨天賣91 今天賣98億 那PNR跳水 跳水就補掉了 好慢慢來 慢慢來 來來來來來 國巨 國巨 國巨11月27號 還跟你講 這筆 這筆你當有沒有都無所謂 來來來 你看張志卡 為什麼你要用主機心態 那是很賤 你有沒有看到我那穿紅衣服 旁邊一個藍色的 那個箭頭 箭頭我畫一個藍色箭頭給大家看 跌停版的那一天 他主機心態多了 老師 然後昨天主機心態是空 錯 昨天主機心態是多 可是有樣東西他會告訴你 跳快點跳快點 好國巨 國巨 又82塊錢了 因為收上392塊 因為收上392塊 收上AC 收上AC背起來哦 所以這樣總共國巨大賺294塊錢 齊麗芯 齊麗芯 先五支漲頂板 五支漲頂板 又跟你預告111可以做多 又賺了30塊錢 所以齊麗芯總共賺了77塊錢 然後在10月27要跟你預告 我還在做多齊麗芯 叫你不要放空 因為那時候 10月27我沒做多齊麗芯 我做多華信科 還有617張新商店 那華信科等於說國巨我們賺了 賺了一倍多 一倍多 然後那個 齊麗芯77塊錢 然後華信科47塊錢 因為收上大AC 看到沒 當天買進272買進的時候 還跟你預告收盤大於AC 那是一件好事 他就華信科又噴出去了 所以華信科又大賺 然後訊息跟你預告急殺買進 然後買訊息 然後銅金店看到沒 Call訊已經放很多天了 Call訊已經放很多天了 你先看這Call訊能不能跟上 8.54分的時候 賣銅金店 賣銅金店 然後新商店賣 71.9賣 71.9賣 有都有看到 都有看到 然後華信科235.5加嗎 有沒有看到 看得很清楚 還是要6分鐘時間 我講快點 講快點 沒有啦 那你去瞭解說 沒有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帶槍投靠 他說我的老師 每天帶我去追 昨天去追金相光 追完之後 今天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就帶槍投靠 自己看我們的Call訊在幾點幾分 你是上班族 能不能跟上這個Call訊 你是上班族能不能跟上Call訊 235.5加碼買進 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 從235塊 短短2、3個交易日 賺到262塊 又賺了27塊錢 所以說一檔 華信科賺多少 華信科賺多少 27加47 又是77 74塊錢 74塊錢 然後 然後 國巨是一倍多 然後 然後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從10月27 要跟大家1-256起立心 那個也是8成 8成 好來 更精彩 來來 看下去 Call訊不要說明給你看 Call訊不要說明給你看 11月1月3號的一個所謂Call訊 1月3號的Call訊 來 起立心解碼 開始解碼 開始解碼起立心了 開始解碼起立心了 然後呢 國巨460買 好 來來來 慢慢看 慢慢看 來 昨天過去 自己調昨天重播袋 沒有可以看這張 我投多少你當一次就 8點52分 6451訊星 161全部出掉 我們做兩筆 兩筆都賺錢 兩筆都賺錢 利用擊殺買錢 利用擊殺買錢 161出掉 現在要解訊星嗎 應該不用解吧 你 阿博利跟你講說訊星CIS 你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後知後覺 昨天賣的時候 還有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啊 投心是買訊星的 你確定161要全出 阿今天回過來看誰對 今天回過來誰對 阿昨天468 把禮拜五的部位出清 阿誰對 誰對 8點52分 8點52分 昨天國巨還穿教成交 昨天訊星也穿教成交 好 然後昨天呢 利用擊殺去買2478大億 他就大億拉到掌停板 好 開始解碼 來看清楚 昨天國巨主力星太空錯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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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看圖說故事 只有那種鬧腫小丑 就像今天可能不會有人跟你解國巨的 真的不會有人跟你解國巨 不及講清楚 來這昨天1月6號 1月6號 1月6號 拍謝 我節目沒有講 因為節目時間要歌功頌德 來不及講 可是我有跟我會員講 我說國際局昨天收盤收不好 收不好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大家 來再一遍 昨天為什麼 我要出 我為什麼要出 包括訊星也是一模一樣 昨天訊星外資大買 投資金大買 為什麼要出 因為很簡單 昨天主力現在都還空 那為什麼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要賣其利心 要賣信商店 因為上禮拜五主力現在也是空 所以利用極殺 利用極殺 我們去買華新科 買235 還記得 買235 135 隨便 隨便 然後來來來 繼續講 昨天我就跟會員報告了 我說昨天國巨的收盤收460 不好 因為他的A7 自己看 他的A7在463.7 他日關鍵價是464.5 等於昨天的收盤是收小於A7 收小於A7 收小於A7 那跟昨天 昨天解大盤一模一樣 收盤小於A7 好 進去看 昨天 我有跟你講這張 我說今天他的多萬號價落在453.9 我先跟你講453.9 我昨天也跟你講 你馬上掉昨天重播袋 每次讓我頭對還給你當你解做 那今天簡單的 今天很輕鬆 國巨很輕鬆 你老師 我再一遍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投入老師 看到開低 然後往上拉 帶會員去追國巨 如果你手中有這樣的老師 我奉勸各位 無論如何你趕快斷雨帶槍投靠 開盤破多方防守價敢去做多是腦袋有水是不是啊 腦袋裝醬油是不是 華心科235買利用擊殺 那為什麼國巨不能買 華心科開盤有跳空破235嗎 這東西沒人教你嗎 為什麼叫做全方位360 因為我們除了給大家魚子之外 更重要 我們要教大家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寶貴釣魚技巧 而且少了百萬的夜水電視成本 你以後不用再靠別人了 來再看一下國巨 今天的收盤有沒有收小於123 今天1月7號 今天收盤是小於A7 代表明天會來405.98 解完了 解完了 已經解完了 老師那如果明天又破405.98了 那就死定了 那就再下 所以說我能給你整套的夜水操作 上面邏輯沒有一個老師做到 所以說電話你真的記起來 0223923988 同樣的現在有很多的夜水股票 已經不知不覺主力心態有多轉通 昨天持股建成真的很多 可是我這邊給大家一個所謂良心建議 如果說你打電話進來做持股建成 說老師我聽聽就好了 反正離我成本就好 就好像訊息 訊息老師啊 我滿在160 現在是150啊 我不出 你不出你就不要打電話進來 真的啊 你不出你就不要打電話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因為你打電話進來的話 我會告訴我們的研究員 就先問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出 你不出就不要打電話 不出你不要打 那如果說你想說重新來過重新出發 你想擁抱標股的話 你一定要把那些月線綠單 外加主地信賴空的股票全部提掉 穩帽跟你講多久嗎 那你浪費時間 從11月27號跟你講到現在 啊你去買穩帽 好啦你買最低啦 到現在你也是沒賺半毛錢 浪費時間 我們隨便國巨就高達將近有一倍 隨便一檔 塞249的華興科 不用一個禮拜時間就74塊錢 誰做到 誰做到 啊昨天呢利用急殺買 2478大億 一直漲停板 都是事前預告哦 事後讓大家得到完整驗證 所以說如果說你手中有持股上面問題 因為那張志卡 我已經講的很慢 你聽不懂我也真的沒辦法啦 因為昨天的夜水收盤 他是小於AC 所以導致於今天本來就往下殺 那因為暴載的夜水利空 讓他直接跳空破多萬號家 你的老師竟然帶你去買 那不豬的跟豬一樣 笨的跟豬一樣 其他被動人件沒有時間解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時間到 接下來是別的老師的棚 如果說你手中有持股的一個問題 你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0223923988 022392 0223923928 趕快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教導王小群 節目資料僅空參考投資人 因獨立判斷神神評估 並自不投資風險